至於帶您看到的是 人愛鄉長孔文博去年競選期間 因為支持者涉嫌幫他會選 經由原告也就是當時的 另外這個候選人 江子信提告之後 經法院審理之後 涉嫌會選的這個支持者也坦承 今天下午四點南投地方法院 在第七法庭做出了一審宣判 判決現任的人愛鄉長 也就是孔文博當選無效 仁愛鄉長孔文博在截獲消息之後 對於一審的判決他表示尊重 但對於法院職財性 對他不利的證詞 就做出這樣子的判決也不以為然 強調會請律師研究提出抗辯 希望在二審的時候可以還他清牌